挑战继续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今天的三号选手出场 大家好 你好 照片合作 这两款事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刘瑞一 我今天35岁 我来自北京 好 欢迎您 刚才那个照片 那里边那个女主角是您吗 是 所以 这是我的那个专辑封面 选错了吧 你说听妈妈话 就不应该选这个 出过专辑的人那还了得 这差别有点大 对 但是相当大了 那大概是多少年前吗 那是05年 但是我看那个标签挺有意思 叫出门必备撒保镖 是的 是的 但是说您现在 虽然已经不再是歌手了 但是您的排场还是很大的 对吗 排场和气场呢 都是非常大的 对 我出门的时候 吃饭 出去逛街 包括出去玩 我身边都会有三个贴身的保镖 形影不离 那气场 那派头 那就是怎么保镖 就那么放心 你一个人登台呢 保镖们也来了 保镖们来了 对 保镖们 保镖们就在家属期 好假的 就是你先生和俩儿子 对 撒保镖 这么个撒保镖 对 这等于到我们这儿来晒幸福来了 没有没有 我确实也是15年之后在登舞台 所以这次上台啊 主要是想向他们证明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希望你们擦亮眼睛 看看我的实力好吗 不对啊 自己家人在家里边没有擦亮眼睛吗 反正是这样 因为我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唱过歌了 所以呢 这次呢 我真的站到这个舞台 是被他们气上来的 不是 家人是应该鼓励吗 怎么还是气上来了 是这样啊 这段时间 这不是孩子放假吗 在家 然后他们也没什么事敢 每天在家就翻箱倒柜 然后就翻到了我15年前的这张专辑 就问爸爸说 爸爸这是什么呀 然后我老公就说 说这是妈妈15年前出的专辑 然后我儿子就说 这是妈妈吗 就是这个人怎么这么瘦 我妈妈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老公说 我也想问啊 他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这都是最可惜的 最可惜的是 我儿子就问说 那这个录专辑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我老公说 你妈妈当年是歌手 所以录着这个专辑 我儿子说 那现在怎么不唱歌了呀 我老公说 因为你妈妈的专辑卖不出去 那过气了 然后我两个儿子说 好惨啊 但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童言无忌啊 所以今天上台 主要不就像上台争口气吗 向他们证明一下 就是妈妈还是有实力的 所以就应了那句话叫 不争馒头争口气 对不对 今天妈妈站到这儿 就为了证明当年 我也是会唱帝 是的 15年前 那是你人生当中 特别是歌唱事业最辉煌的时期 对吧 对 最好的时候 你的单曲啊 你的专辑的成绩是怎么样的 我那时候在那个 Music Radio一直打榜 在前十名一直都是 每天都有播放的 Top 10 对 你们的妈妈当年也是前十的 认真听好不好 这段怎么还困了呢 说这段的时候都精神一点好不好 妈妈上台 竟然就是想证明给你们的 都认真听啊 把眼睛瞪大点 听听妈妈当年有多辉煌 对不对 那时候走到大街上 有人认识你吗 有但是很少很少 因为那时候是就电台的打榜 所以声音会有人听过这歌 但是可能很少认识我这个人 你的人生音乐上的辉煌持续了多久 我做歌手有差不多三三四年的时间吧 其实很多歌手被大家熟悉 是因为经常会上电视 但是我们那时候新人歌手 没有什么太多机会走到电视前 所以后来就是也是确实做了一些平衡 就因为一方面没有了很多机会认识我 所以就没有演出 然后也面临着没有收入 经济压力也很大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在一边是梦想 一边又是很现实的生活 就选择了现实的生活 我后来就找了一份普通的销售的工作 就开始从销售做起 到后来就是慢慢工作越来越好 越来越顺利 到现在也创业了 然后自己的公司做得也不错 然后认识了我老公 有结了婚 有了我们两个可爱的宝贝 所以就是 如果不是我儿子这两天翻出那个专机 我似乎都快忘了有这么一段经历 因为我也很少跟我的朋友提起我那段经历 我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曾经做过歌手 真的 所以这次就是我就想给我儿子证明一下 所以要感谢孩子的无意当中翻出这张专机 等于又把你当年的那个音乐的小梦想 那个小火苗又点燃了 是的 是的 所以有时候人当有了家庭啊 或者是有了稳定的生活之后 可能慢慢地就把自己年轻说 很多那样的激情啊那样的梦想就淡忘了 是的 是的 所以这次不是就是想要给宝贝们梳理一个榜样吗 也希望他们当别人有质疑你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他我是有实力的 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勇于接受挑战还有质疑 也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健康成长 成为妈妈最值得信赖的保安 暴标 好啊 没问题 都可以 都以待 反正都是保护我的 我觉得就是大家看到你这个套套不绝的时候 我在想啊 这个销售这个工作可能更适合你 我也觉得 我觉得你口才太好了 虽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 走向这个职业的道路 但你最大的作品就是你这两个儿子 是的 然后刚才看你老公也特别好 特别帅 肯定很爱你 所以你们这个全家人的这种幸福 我觉得是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 是的 但是我就觉得可能中国的这个妈妈都是超级妈妈 超人妈妈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孩子 才会激励我们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正是因为孩子们对妈妈这个质疑 所以才会让你 激励你 走向了越战越勇的舞台 所以为了证明给孩子看 我们接下来的演唱 你一定要加油 谢谢 谢谢 你们俩一起站起来给妈妈加油好不好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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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儿子你干嘛呢 你站起来给妈妈鼓掌加油 来 三 二 一 加油 哦 谢谢 站得太久了 站得腿也满了 哭得太久了 哭得眼睛中了 我不知不知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 远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笑起雨来了 我等得太久了 等得心也灰了 你想得太久了 想得人也累了 我不相信这一次你真的不会来了 别一封信一句话一个字你也没留下 站在街角 发现自己很无聊 我怎么哭着 叫着像个孩子在胡闹 我该微笑 还要有一点骄傲 就算是没了你了 我还可以再寻找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